初一到初三的上午主要是以南下的车油量比较大 从初三下午开始一直到初五整天都是以北上为主 双向的最大量可能会出现在初三或初二 这一次的车油量大概跟往年春节差异不大 那一样南下的接锋会是在初二的部分 大概是70的百万车公里左右 那北向的接锋是初四的部分大概是73百万车公里 那双向的最大量可能会出现在初三或初二 大概就是135百万车公里左右 初一到初三的上午主要是以南下的车油量比较大 那像国一的新竹路段还有国三的大西关西路段 还有国一台中彰化路段是比较容易拥塞的 然后从初三下午开始一直到初五整天都是以北上为主 那比在拥塞的路段大概第一个会遇到就是 国一的彰化路段跟台中路段 那再来是苗栗跟新竹路段 那特别是苗栗新竹路段在初三初四的时候 可能会拥塞到半夜凌晨 那再另外就是国五的部分 初一到初三主要是南下的实定到头层路段比较容易拥塞 然后从初二到初五的话则是从头层到平宁 也就是雪山隧道北向路段比较拥塞 加密ру部段 要把位置放在后四谷独的地位上 我们舍在林大街上